嗨 各位車友大家好 我是李翰老師 我們今天要來講的是 賽車手如何鍛鍊身體 除了就是技術專項的訓練之外 你如何鍛鍊身體 讓自己的身體素質更好 那第一個我非常要強調 而且非常重要的訓練就是核心 因為你要有辦法控制你自己的重心 你才有辦法控制車子的重心 因為畢竟你的體重佔的車子很大一部分 所以如果你有辦法控制好自己的重心的話 我相信車子的重心你也會控制得很好 你的車子就會在很穩定的狀態 那個動態是很Smooth的 那核心怎麼訓練呢 我建議各位用瑜伽球 你就是去買一顆瑜伽球 然後一開始你先坐在瑜伽球上面 就很像你開卡丁車一樣 屁股就在瑜伽球上面 然後手就懸空這樣擺著 然後腳也懸空抬起來 看可不可以撐個15分鐘 OK 那如果這個你都OK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手上加個槓片 你可以去買一個槓片 大概是5公斤的槓片 然後把它握在手上這樣子 OK 那如果這樣再撐15分鐘也沒有問題的話 那接下來你就可以試著旋轉這個槓片 OK 當然是慢慢旋轉 慢慢旋轉 然後15分鐘 看有沒有辦法這樣 坐在上面這樣15分鐘 因為開卡丁車手的力量其實蠻重要的 OK 就是你的手基本上要非常的有力 OK 然後再加上就是如果這些都OK的話 建議你的腳可以像就是 我們在踩卡丁車一樣 就是 腳尖是抬起來的 腳跟是頂住那個腳跟直擋器的 也就是你的腳是這樣子的 OK 那如果這些你都做到 你看你的手用力 你的 你的腰再用力 因為你要保持平衡嘛 對不對 核心最主要就是 抗拉伸 抗旋轉 抗側伸 那這些就會用到你就是很 核心的力量 去避免這三件事情發生 然後再來你的腳也用力了 手也用力了 核心也用力 那因為你這樣抬著 你脖子也會用力 所以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訓練的 動作 OK 平常 沒事 有空就可以在家裡做 絕對非常有幫助 像我記得我第一次去跑 一二五比賽的時候 我比賽沒有跑完 我直接就是 開開開開開 最後就是整個人沒力了 然後直接 要轉彎了 Hold不住車子 整個身體沒力 Hold不住車子 直接整個車子 就是因為在轉彎嘛 距離是往外的嘛 然後車子就整個就跑到 那個草皮上去了 就這樣 相當的慘 OK 但是現在是 完全不會了啦 OK 但是這是一個訓練的過程 我還記得我第一場 一二五比賽是跟 蔡成陽 一起跑 然後我還被蔡成陽套拳 那我想到我 很努力學到現在 現在終於如果 狀況還OK的話 有機會可以跟在他後面 我就很心滿意足 真的 我就很心滿意足 OK 但是這就是一個 很長久的學習過程啦 很長久的學習過程啦 OK 所以記得核心 你的手 你的腳 OK 然後 還可以訓在你脖子 然後再來就是 我覺得伏地警生很不錯 因為 他要用到就是你胸部的力量 為什麼要用到你胸部力量 因為你要固定方向盤的時候 你的胸一定會是很用力的 這樣了解嗎 你要固定你的方向盤 你的胸一定是有用力的 那 為什麼固定方向盤胸位很用力呢 因為我們對方向盤 絕對不是在這樣 在施加力道 因為這樣施加力道 對方向盤來講都太大 OK 我們都是這樣 不然都是這樣 OK 那你這樣想吧 在這樣或者這樣 這個動作很像什麼 是不是很像伏地挺身 對不對 所以伏地挺身我覺得 非常的重要 然後再加上這樣這樣的時候 你要用到你的背肌 所以 例如說像一些滑船啊 然後或是引體向上啊 我覺得都非常有幫助 OK 然後再來就是 你在踩油門的時候 你在踩煞車的時候 你腳必須非常有力 然後而且非常穩 力量要有 爆發力要有 然後又要穩 OK 那這時候我就建議 練跳繩 跳繩就是非常好的幫助 那記得跳繩不是雙腳跳 那記得像打拳一樣 他是左右腳交替的 OK 就是左右腳交替的 你可以上網去看一下拳擊手 怎麼跳繩 像我自己本身我還要練拳擊啊 因為我也是看很多賽車手 他們都有練拳擊 那拳擊對反應很有幫助嘛 我越練越有興趣啊 OK 反正就這樣啊 如果可以的話 你就去練拳擊 我覺得非常不錯 因為他會考到你的反應 你動作的協調 OK 那介紹到這裡應該就差不多了 核心 伏地挺身 引體向上或滑船 跳繩 練拳擊 OK 這些練起來我相信應該就很完整了 好嗎 歡迎各位車友 如果還有疑問的話 你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都會一一回覆你們 OK 那就這樣了 拜拜